大家好,欢迎来到历姐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韩国的爱情故事 我脑中的橡皮擦 秀珍是一个附加圈巾 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而哲珠是建筑工地上一个拉里邋遢的木匠工人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便利店门口 健忘的秀珍买东西时将钱包和可乐落在了便利店 当她想起后返回便利店时 哲珠正拿着可乐向外走 秀珍看着邋遢的哲珠以为她是一个流浪汉 于是便认定自己的可乐是被哲珠给偷了 生气的秀珍直接抢下可乐 一口气喝完便转身离开了 刚上公车 秀珍便发现自己的钱包还没拿回来 重新返回便利店后 店员将钱包和可乐递给了秀珍 这时秀珍才意识到自己错怪了哲珠 这天秀珍陪父亲去往工地 意外地看到了哲珠 但是健忘的秀珍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自己在哪里见过她 几天后秀珍公司的展示场馆 需要找人修理 无奈的秀珍只好求助父亲 父亲将哲珠派来帮助秀珍 这时秀珍也终于想起 自己在哪里见过哲珠了 哲珠并未理会秀珍 而是认真地干着自己的活 可当秀珍摆可乐时 哲珠夺下了秀珍的可乐 一眼而尽 而且还故意地冲着秀珍打了几个格 下班后 秀珍在路边打车时 被摩托党抢了包 坐在路边车里的哲珠 及时打开车门 撞飞了摩托党 帮秀珍抢回包后 还帮她修好了包包的拉链 一次次地偶然相依 让两人互相喜欢上了对方 就这样 他们开始了甜蜜的恋爱生活 他们会在路边摊接吻 或在家中玩餐米小游戏 哲珠会手把手地教秀珍打棒球 而秀珍也亲手为哲珠做了一件西装 但没多久秀珍的父亲便知道 秀珍谈恋爱了 她希望可以见见秀珍的男友 但由于出身贫寒 哲珠不敢轻易地说出爱和承诺 所以不论秀珍怎么肯求 哲珠都不肯去 这天秀珍的家人 偶遇了正在约会的二人 当父亲得知秀珍的对象是哲珠时 便直接反对他们在一起 而面对父亲的拒绝 压力过大的秀珍直接昏倒了 当父亲看到秀珍那么爱哲珠时 她的心终于开始动摇了 最终二人还是成功地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成为了一家人 婚后哲珠也通过自己的努力 拿到了建筑工程师的证书 可就在这时 秀珍发现自己越来越健忘了 有时候就连回家的路都想不起来了 无奈的秀珍去往医院进行检查 而后秀珍被确诊为遗传性阿尔茨海默症 俗称老年痴呆 就是这么戏剧性 年纪二十七的秀珍得了老年痴呆 医生告诉秀珍 她会慢慢地忘记朋友 爱人 家人 甚至是最终忘记自己是谁直至死亡 这个消息对于刚刚长到幸福不久的秀珍来说 就如晴天霹雳 之后秀珍便辞去了工作 留在家中做家庭主妇 但她的病却并没有得到缓解 甚至越来越严重了 中午 秀珍用餐时 发现秀珍给自己装了两盒白米饭 在家中 秀珍也会突然忘记 秀珍就在她身后的沙发上 秀珍发现了秀珍的不正常 跑到医院询问医生 最终秀珍从医生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而另一边秀珍外出 所到一半却忘记了自己是要去哪里 几个小时后重新恢复记忆的秀珍 跑去了棒球场痛苦的发现 入夜 秀珍终于找到了秀珍 可秀珍却向秀珍提出了离婚 因为她怕自己有一天会迷失自己 会彻底忘记她爱秀珍 但秀珍却并没有同意离婚 她要和秀珍一起面对这一切 之后秀珍在家中贴满了各种提示 还为秀珍准备了防走丢的牌子 但是秀珍的病情却再次恶化了 她已经开始大小便失禁了 甚至她面对哲珠说我爱你时 叫的也是前男友的名字 这天秀珍看着哲珠的照片 突然地想起了她和哲珠的记忆 以及自己这几天的所作所为 无法忍受自己忘记哲珠的秀珍 留下一封信便离开了 几千辗转 哲珠还是在疗养院找到了秀珍 而此时的秀珍 已经完全不记得哲珠是谁了 但哲珠却并未放弃地 重新向秀珍介上了自己 并每天都努力地 让秀珍再次爱上她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阿尔茨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 这是大家都熟知的一种病 而且中国的老年痴呆患者数量 散均世界第一 老年痴呆其实就是因为缺乏陪伴 或者受过重大的刺激 然后患者会强迫自己 开始忘记那些不好的记忆 以质疑最终连自己是谁 都不再记得 如果有一天这样的病 发生在你的家人身上 你会怎么做 当记忆相失时 爱还有意义吗 在人生这有限的时间里 紧要地多陪陪家人 或者爱人吧 尽管现实那般的残酷 但爱是世间最美好的东西 今天的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